長陽在音樂的浩瀚宇宙裡 第34屆傳譯金曲獎 今年以壯闊飛行弗莱海為主題 期盼打造一場魔幻的感官饗宴 而令各界關注的入圍名單 也在8號正式公布 今年共有871件作品報名 最終有91組創作者 43件作品入圍 最佳跨界音樂專輯獎 首先在音樂類的獎項中 誰在伍伍家唱歌 入圍了最佳跨界音樂專輯獎 最佳專輯製作人獎 而最佳傳統表演藝術影音出版獎 則是由作品2022驚嘆樂舞 台原著名樂舞饗宴 國父紀念館場入圍 傳譯金曲獎 是傳統類 還有藝術類 這是兩類不同的東西 要放在同一個天秤上來評審 所以這個11位評審 真的很不簡單 你能夠入圍 一定是精挑萬選 才會選出來了 第34屆傳譯金曲獎 音樂類特別獎得著 請讓我們把榮耀歸給查馬克法拉烏勒 來自屏東縣來一鄉丹林部落的排灣族人 查馬克法拉烏勒 生前致力發揚傳承排灣文化 是身跟台灣圓民文化的教育工作者 成立泰武古堯傳唱隊 投入排灣歌謠的採集 不只保存了濱臨失傳的部落古堯 也影響各部落開始對自身歌謠傳息的推動 評審認為查馬克法拉烏勒用祖先的歌聲 喚起了部落對文化的覺醒 更讓排灣音樂走向世界 對傳統藝術的貢獻別具生意 提升傳統藝術的重要性拿出實際資源投入 然而第34屆傳譯金曲獎的19個大獎 最後究竟會獎落誰家 也將在10月7號的頒獎典禮上見真章 圓圓圈的總統藝衛大士卡哇台北施採訪報導 我們右手